以斯铁记 第六章 那一夜,王睡不着觉,就吩咐人把史记,就是年鉴拿来,在王面前诵读。 有一处记者说,王有两个守门的太监,毕探和提列,企图要谋害雅哈随鲁王。 这事给莫迪改告发了。 王问,为了这事,莫迪改得了什么尊荣和封赐没有? 事后王的众臣仆回答,他什么也没有得到。 王问,谁在院子里? 那时,哈曼正进了王宫的外院,要求王把莫迪改挂在哈曼为他预备的木架上。 王的臣仆对他说,是哈曼站在院子里。 王说,叫他进来。 哈曼就进去,王问他,王喜欢赐尊荣给他的人,要怎样待他呢? 哈曼心里想,王喜欢赐尊荣的人,除我以外还有谁呢? 于是,哈曼回答王,王喜欢赐尊荣的人,要把王常穿的朝服和王长骑的骏马,就是头戴王冠的骏马带来。 把朝服和骑马交给王最尊贵的一个大臣手里,把衣服给王喜欢赐尊荣的人穿上,使他骑在马上,走过城中的街上。 又要有人在他前面宣告,王喜欢赐尊荣的人,要这样待他。 王对哈曼说,赶快拿朝服和骏马来,照着你所说的,去行在那坐在朝门那里的犹大人莫迪改身上。 你所说的,一样也不可缺少。 于是,哈曼把朝服和骏马拿来,先给莫迪改穿上朝服,然后使他骑在马上,走过城中的街上,又在他前面宣告, 王喜欢赐尊荣的人,要这样待他。 莫迪改仍回到玉门那里,哈曼却急急忙忙回了家,带着悲哀的心蒙着头。 哈曼把遭遇的一切事都述说给他的妻子希丽丝和他所有的朋友听。 他的谋士和妻子希丽丝对他说, 在莫迪改面前,你开始失败了。 他若是犹大人,你就不能胜过他,你终必在他面前失败。 他们还与哈曼说话的时候,王的太监来了,催哈曼快走,赴以斯铁预备的宴席。 我们下期的打赴以斯铁领了。 感谢观看